所以都會假借自己去上廁所的時候 去偷偷看資源班的同學在幹嘛 就一開始其實是 別的出版社問我願不願意出書 然後就好不容易整理好了 然後結果 那個編輯離職了 同學方面完全不行啊 長廢爸爸罵啊 你怎麼看起來很正常啊 你怎麼要去拍那個特教班 村民543陪你親職生活不孤單 大家好我總幹事蘭吉 首先在節目開始之前 我想先請問一下各位觀眾 你們對特殊教育有什麼樣子的認識嗎 比起特教 我更想要把它定義成 就是每個人的材質每個人的材料 他所擁有的特質其實不一樣 那這些引導的方式 你知道該怎麼樣因材施教嗎 今天我們在節目當中 就要來向兩位討教這個部分 今天我們的村民辦公室 來了兩顆暖羊 大家好我是地球媽媽 我是一個 家有外星孩子的地球媽媽 那我的孩子他本身是 產生疾病我有點失事症 再加上他有供病到自閉症跟ADHD 當初呢會稱自己是地球媽媽 是因為我覺得我的孩子很特別 他就像是外星來到地球 寄住的一個孩子 所以我是他在地球上的哄媽 透過呢我在觀察他一路成長的過程 我們有時候也會特別去想說 到底是一般普通特別 或是非常特別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希望說透過我自己的平台 然後去收集很多 很特別不一樣的人事物 然後來去跟大家做介紹 對 所以才會有 外星孩子地球日記這個平台 大家好我是楊楊老師 我是國小資源班的老師 目前出道八年 資源班孩子很特別 他們雖然平常是在普通班上課 但是如果他們有國術的需求 他們國語數學就會來我們這邊上課 那他們如果有社會技巧啊 或者是情緒交友方面的困難的話 他們會在早自習跟午休的時候 來我們這邊上課 有的人會覺得資源班小朋友 是不是都在資源班裡面玩 我們有一些活動會用玩的方式去進行 比如說要跟別人當朋友 那我們可能就是透過桌遊啊 透過遊玩的方式 去跟他人做互動 因為我小時候的時候 其實我們班上也有資源班的同學 有的時候其實我們也很好奇 他們消失的時候到底在做什麼 所以都會假借自己去上廁所的時候 去偷偷看資源班的同學在幹嘛 我也有學校普通班的孩子來問我說 老師要怎麼樣考進潛能班 因為我也好想要去 我說對啊我們每次要考試才能進來的 而且是很難的 所以他們就會對這些小孩投影 要羨慕的眼光 那其實在這一集節目 我們真的實際的見面之前 彬陽老師就已經知道地球媽媽了對不對 對因為我對特教蠻有興趣的 我就到處Google到處查 然後就有查到一個粉專 我就一直在持續追蹤 聽他的Podcast 他的Podcast超好聽的 對啊 就是聽一聽也會落淚 就跟你的書一樣 真的 不普通的普通小孩 我也是每翻一頁就 喔這本書其實字不多 可是讀很慢 你要消化情緒才有辦法繼續讀下去 除了你可以認識很多不同特質的小孩 以及怎麼樣建招拆招的這個過程 還有 楊洋老師的悄悄話裡面 他會總結前面的故事 告訴你一些心法 那你可以比較用大人的理解的程度 認識說 喔原來剛剛建招拆招的整個流程跟邏輯是怎麼樣 環節設計得非常精巧啦 那我們談到這個編輯環節的內容啊 想要問問看楊洋老師 你在寫書的時候有沒有什麼 好玩的小故事 就一開始其實是別的出版社問我願不願意出書 因為他們看到我的粉專文章 覺得很喜歡 那我本來就習慣用文字在記錄生活 所以我就說好啊 那你等我一陣子 我把那個稿子整理好之後 再給你看 然後好不容易整理好了 然後結果 那個編輯離職了 然後後來剛好那時候也遇到天神天下來邀約我當專欄作家 然後我就很膽怯的問了主編說 那我這邊有書稿 你們想要幫我書書嗎 就主編看了一下就覺得 欸我的本材很有文學的氣味 然後就願意幫我出書 我就很感動 我相信球貓應該也是吧 你自己看過之後你覺得 就是邊看邊哭啊 對不對 感同身受啊 所以我們這一集就是有準備衛生紙 對啊好貼心喔 為所有愛叔大小朋友規劃的歡迎光臨創作者的秘密基地系列特展 首展推出原來愛一直都在奧戴莉園個人創作展 以阿公的跟屁重繪本為展覽主軸 展出繪者原畫 創作背後的故事以及故事場景復刻重現 在親子天下Club已經開展 展期一直到8月10號完全免費參觀 想讓孩子的暑假過得有點文藝氣息 那就千萬不能錯過 小朋友最喜歡的動物警探達克比 要到台中科博館出任務囉 從7月13日一直到8月11號 讓達克比陪著孩子在科博館邊走邊玩邊學 閱讀不止在書中 更是一段立體的親身體驗 活動開始之後也會有更詳細的分享與報導 盡情鎖定親子天下YouTube頻道 那我接下來想要請問的是 因為剛剛球貓在自我介紹的過程當中 你有提到你的孩子 其實有一位老大他是屬於比較特殊的特質的小孩 你在帶老大他在比如說接受早療或者是融入主流生活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什麼辛苦的地方可以分享一下 辛苦其實蠻多的 因為其實後來我才帶孩子過程之中才發現 我自己其實也是ADHD 我就是會比對說 欸其實小孩他最近發生的事情 那我就會完全去對照到說 欸我小時候也是這樣 那後來就是帶孩子去反復回診 就有一天鼓起勇氣跟醫生說 醫生我好像覺得我也是ADHD 醫生就說你覺得你有什麼樣的症狀 然後我就開始描述說例如說 整潔方面完全不行啊 然後被爸爸罵啊 就說你怎麼做做不好家事做不好啊 我覺得你老公好像比你愛乾淨欸 對他很愛乾淨但我不行 就發現這個部分是從小累積到長大 就是連我爸媽在出家那天講說 你很硬欸 才發現說 欸其實我跟我的孩子沒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這一路過來比較辛苦的地方是跟 親戚跟長輩去對話說 為什麼我的小孩需要上特教班 因為這對長輩來說 他們會覺得是一個 晴天霹雳 你們看起來很正常 他們怎麼會去帶那個特教班 對對對 就是他們會有這種很多很多的迷思 甚至很多的偏見 後來就是因為我們一直在跟 跟長輩溝通說 他應該說從在肚子裡面就已經知道 他是罕見疾病 所以我們已經有心底準備 他本身就不是一個一般的孩子 再加上一路出生到我們帶著他 去復健科找療 然後看心智科 然後這樣輪轉醫院好幾圈 我們很確定的知道說 我的孩子需要幫助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就是不斷的在做說明跟解釋這個部分這樣 那現在我們運用政府的一些資源 然後我們也運用一些現金醫院 或是社工這邊給我們很多資源 那我們就協助他 讓他可以在進入社會的這個部分 可以比較輕鬆 後來就是覺得 其實順著這樣的節奏 就會發現說 其實沒有那麼難 難得是我們自己 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剩下這樣的孩子 對對對 然後為什麼 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 我覺得每次家長有這樣子自我 就是懷疑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心疼 因為沒有人犯錯啊 永遠記得我的那個生產醫師跟我講一句話 他就說 你的孩子是上帝給你一份禮物 在我知道這個孩子他是基因缺損之後 既然他就是內部構造都正常 那我們就把他生下來給他一個機會 而且我聽過一個說法是 就是因為上天覺得 你們家夠好 夠有愛 所以才會派這樣的孩子來你們家 好哭啦 我相信是 我不可能是 我是第一個用到衛生紙的容量 來了在那兒 我要哭了 在剛剛地球媽媽分享的這些過程當中 我聽到很多心路歷程 有非常多波折的地方 但是先從楊陽老師開始好了 就是我們在面對這些不友善的時候 你有什麼撇步 就是去應對吧 我分享一個 就是曾經有一個普通班孩子 就是他還蠻喜歡我帶的融合課 因為有時候我會到班上去介紹我們的小朋友 然後他就跑來問我說 老師如果你一直都在教資源班的小孩 書上有 對 會不會你也變跟他們一樣笨 然後我就說 如果我們兩個今天去日本 我會說日文 你不會說日文 那我可以跟日本人溝通 你不行 那我們誰厲害 然後他就說老師比較厲害 對 我就說 那我可以跟資源班小朋友溝通 那是我厲害還是你厲害 然後小朋友就 喔 對 這樣的老師其實是 要比較厲害的 嗯 這個是我應對小朋友的反擊 但如果對大人 我可能就會忍則不講 會有點生氣 其實我覺得所有的這些不友善跟公吉都是源自於他們不認識 嗯 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他們認識呢 求媽 其實質疑跟不友善比較少 因為通常都是長輩不理解 他們會有很多疑問或是疑慮 那其實在一路上從陪伴小孩到現在 甚至我開設的就是平台 然後在寫文章記錄孩子的生活 甚至去訪問一些專業人員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不會去聽到有人跟你講說什麼 有些質疑或什麼 頂多比較常聽到說 我覺得你太樂觀了 你怎麼可以這麼樂觀 然後說你應該要多聽小孩想一下 我覺得你太樂觀了 但是我不樂觀 我小孩怎麼辦 大人還是要堅持起來成為他們的後盾啊 那不然怎麼辦 我現在在做的是就是 我希望讓一般生的家長知道說 我們可以從小就帶孩子 去學習同理這件事 無論是說他的同學可能是自閉特質的 或者是他是過動特質等等的 我覺得就是要從小讓家長陪伴孩子 一起去了解 了解說其實這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面貌 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故事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試著多去跟他們聊聊 或者是在網路上多看一些 不一樣的故事 讓自己增加這些知識 那當我們了解了 就比較不會把那個標籤貼得這麼重 標籤其實是 讓我們更了解彼此更快速的方法 但他不是拿來當攻擊的 那現在其實很多繪本都有在做 親子天下也出了很棒的繪本 那也有可能在我們在路上 看到有一些街頭藝人 他可能本身是肢體障礙 或者是他本身是唐氏症等等的 我們也會跟孩子說 欸你看那個姐姐好厲害 雖然他看起來可能跟我們想像中不一樣 可是他吹底子吹得很厲害 他唱歌好好聽喔 就會多用一些正向的方法去鼓勵孩子 去接受說 欸其實真的世界上好多人都不一樣 因為畢竟我家老二是一般生 所以我們也時常會帶就是老二去 反正疾病基金會活動 上課啊或者是說帶他去 看看其他的哥哥姐姐 他就會很清楚的知道 欸其實每個人本來就不一樣 我記得書裡面也有提到一段喔 應該是楊洋老師對某個普通班的小孩子說 如果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一樣 那還有什麼樂趣呢 接下來想請問楊洋老師的是 關於同理這件事情 可以怎麼樣教導小孩 對於所有的人可以一視同仁 然後我們抱持平常心 我想要先回饋一下地球媽媽 就是我覺得他之所以可以這麼樂觀 其實不是他沒有去 沒有見識過地獄 而是他就是因為 獨自走過黃岩漫草 所以現在眼底才有這樣的撫滅行程 然後我覺得他可以 一直來一下 真的 你贏了 你怎麼可以最後我 怎麼可以你這樣太誇張了 你贏了 我自己在做的事情 跟地球媽媽也有點像 譬如說我經營粉專 寫文章 然後寫書 那我自己還有在接演講 那我曾經做過一個遊戲 叫做愛的魔法 它是用Line at可以玩的 那裡面就是有點像密室逃脫 你要解題解對了 輸入關鍵字是對的 你才會劇情往下推進 那裡面的所有謎題 都是以學長的視角去出發 那故事其實是這樣 就是你有一天起床發現 你跟班上最不受歡迎的一個同學 小愛交換了身份 那你開始覺得 本來平常很簡單的科目 突然變難了很多 然後你才發現 喔原來平常你們以為小愛是不為 現在才發現原來小愛是不能 然後你才慢慢發現說 啊原來我們平常對他的欺負 對他的霸凌是多麼殘忍 這時候你就又緩和回來了 你會做什麼樣的去選擇 那每一個選擇都會有不同的結局 然後讓小朋友去體驗這個活動 然後很多大人其實也有玩 因為我之前分享在網路上面 然後很多人本來不認識特教 但是因為他們喜歡玩密室逃脫 所以因此來玩 然後因此而認識了特教 對就有達到就是融合教育啊 同理的情感教育的效果 岔開話題來聊一下 我們在開露之前其實有談到 就是前一陣子有一個新聞是 有一個特教班的小孩坐在講桌的前面 然後他看起來是一直被老師刺激 而攻擊了老師 這件事情兩位怎麼看 我其實蠻心疼那個孩子的 就是以家長的角度來看 會覺得他其實已經很努力了 而且甚至他已經也清楚的告訴老師說 我可以用這個方法來讓我自己穩定 因為是學校准許他在上課畫畫 來穩定自己的情緒的 但是老師覺得他就是 在上課的時候做別的事 因為我自己有成立一個 有點像是同溫層的賴色群 其實一開始是家長分享給我看 我才知道 那看了之後真的是超氣 因為這就是因為不瞭解 會產生的誤解 很多家長是最心疼的是說 他們看到底下留言 他們非常的難過 要說如果以後我的孩子 在班上被這樣誤解 然後大家以為我孩子是故意的 是蓄意的 那我該怎麼辦 為什麼特教走到現在 應該是要非常成功 而且廣為人知的 可能也許媒體有帶風向 我不確定 然後導致於說 在這個特教的 跟一般我們大家認知上面 會有對立面 對 所以就是在看了那個新聞之後 也會覺得 那個家長一定更需要幫忙 我自己有追蹤媒體的FB 然後也有追蹤雅思阿學長 這些特教的社團 所以我兩面的風向都有看到 對都有看到 那我自己本身是 我可以同理 大家為什麼會罵特殊孩子 那我也可以同理 特教這邊 明明就是已經很努力的 在表達自己了 為什麼還要一直去刺激人家 我自己的立場比較是 我們不要再去責備說 這今天到底是孩子的錯還是老師的錯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善用鼓勵的語言 比如說我們可以鼓勵那位老師說 就是在這個年代其實要管學生 已經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了 你居然願意出生 我相信你是很熱血的老師 只是我們在可能跟孩子相處方面 我們還可以有地方再調整 那我相信還可以再看到容光煥發老師 那如果是對孩子的話 我們可以說 你一開始有很努力的表現自己 我覺得這非常不容易 但是我們還是要知道 達人是不太好的 但我相信你可以拿捏的好尺度 你可以更進步 所以我覺得用鼓勵的語言 會比責備謾罵的語言 更可以讓他們變得美好 在書裡面其實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 就是動人的故事 但是我相信書的篇幅一定有限 楊洋老師還有沒有一些 額外我們沒有提到的故事 我們可以以為 有沒有可以再跟我們分享 那我分享一個小彩蛋是 我自己的聲音 就是不是主流女生的聲音 就是我們今天這團應該是 聽音團 然後我曾經有一個聽障的小朋友 他有帶竹挺器 然後他就跟我說 老師我覺得你的聲音很好聽 那我心裡不太相信 我就說喔是喔真的嗎 他就說對啊 因為其他老師的聲音 透過助聽器 傳到我的耳朵裡面 太尖銳了 可是只有你的剛剛好 我就突然覺得 喔所以我原來 我也是放在適合的位置上 退教老師就是適合我的舞台 真的欸 地球媽媽看過這本書之後 我能感受到就是 楊洋老師在書裡面 她所寫的那個溫暖是 每個家長看了之後 會被接觸 都會動容的 對會覺得說 其實我的孩子特別 但是會有一個人 完全的接納跟理解 我的孩子的不同在哪裡 楊洋老師的書裡面是 也很適合一般人去看 然後去了解說 喔原來特教有這麼不一樣 對 然後原來特教的宗旨是什麼 然後這些不一樣特質的朋友 他們為什麼這麼不一樣 可是那些招到底是誰招你的啊 你為什麼可以去 很厲害 去get到每一個孩子的需求 應該說 我本來大學就是念特教的信 然後再來就是進入職場之後發現大學讀的根本不夠用 真的喔 所以我就到處去查特教的書 到處去看文獻 到處去看教養的書 譬如說我看到一個作者 我很喜歡 我就會把他的所有書都寄來看 對 然後FB大量去找IG也去看 那我自己本身也有去修那個 輔導的學分 然後之前有試著考了諮商所 也念過諮商的書 就是生命的累積 我想要echo地球媽媽一句話 是這本書不僅是適合普通的大人 或普通小孩來認識特教的小孩 其實在書的背後有一句話 他說 推薦給對孩子逐漸失去同理 耐心與愛心的大人 就是當你面對你的孩子已經 這麼累無助的時候 其實看看這本書會重新幫你充電對不對 他說看了書之後 可以從然對教育教養的愛與熱度 最後想要請問兩位的就是 我們承接的這句話 我們面對這些特殊的小孩 可能要付出更加倍的努力 跟加倍的關心 這個是我們都沒有辦法否認的事情 這樣子加倍的付出 耗電一定會耗得特別快 兩位都用什麼方式來調適自己的心情 不知道大家是不知道MBTI 我自己是很哀人 就是我很需要獨處才能獲得能量 我自己的話會上班跟下班 就是要切割開來 下班就是絕對先不要碰上班的事情 然後下班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譬如說就我興趣的蠻多元的 玩逆世逃脫啊 畫和諧分采 就是做其他的事情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像你這麼有愛心的人 其實我不太相信你下班之後 可以完全不想那些特殊小孩的事情 我可能就會寫下來 因為寫下來對我來說就是一種宣洩 一種抒發 地球媽媽呢 沒辦法跟小孩分開 就你不會有上班下班的問題 沒有沒有 我好心碼我是有上班下班 沒有要上班 可是我覺得特教老師比較辛苦一點是 他們要面對各種不一樣障別的孩子 很多時候我也跟就是特殊的家長講說 我們必須得要給自己一個可以放下孩子的時間 其實現在長照也很好用 對 那你有傳息服務那你就使用 你去休息的時候 你也不要想著說我小孩會不會怎樣 因為當你一邊想著我小孩會不會怎樣 但那你就不是在休息 例如說我現在在外面跟大家聊天 這就是我傳息的時間 那我可能回去就要開始接小孩回家 然後又因為寫功課 七月半時間要吵架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媽媽要適時去找 十分鐘二十分鐘 不用求多 不是一整天要你就是真的去休息 而是你可以有半小時一小時時間 去做自己喜歡的事 當你去好好休息 你回來才會有那個能量重新開始 那也很多人會問說 那你生老二是不是為了照顧老大 那我們也很常跟大家講說 不是老二有他自己的生活 照顧哥哥不是他的責任 好的非常謝謝今天兩位的分享 讓我真的 我竟然是第一個用衛生紙我輸了 最後其實我想要朗讀 楊楊老師的悄悄話裡面的一段話 我覺得讓我非常感動的 其實在裡面有寫到說 資源班的老師使命之一就是抑戰 拼盡全力的滋長小孩 最後把小孩推回沒有我們的世界盛放 其實我相信家長的角度應該也是這樣 就是其實我們現在在教小孩的所有事情 都是希望他離開我們之後 能夠更好好的獨立的長大 希望那些悲傷能夠墜止於我 那些漂泊能有所安歇 只希望能成為他人的棲生之所 他人的燈火藍珊 透過這本書可以看到社會還是有非常多溫暖的事情正在發生 地球媽媽的節目裡面也有提到一句話是善待他人 就是善待自己 就是也許我們在面對更多跟我們不一樣的狀態的時候 可以更多一些理解更多一些善的信念 我們可以慢下腳步多一點認識多一點理解 好的非常謝謝兩位今天的分享 謝謝 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然後別忘記訂閱按讚親子天下的YouTube頻道 然後也要開啟小鈴鐺 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在節目的下方跟我們留言分享 另外呢親子天下幸福親子孫的論壇 正在開章當中 連結就在節目的資訊欄裡面 如果你有想要找到更多選校選幼稚園 以及育兒生活婚姻所事 我相信這些 我好難點 這些非常需要大家討論的東西 在我們的討論版裡面都有非常多的家長在跟你一起討論喔 推銘543歡迎大家在一起回來543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